老粉丝丝丝是知道的 我曾经有一次切个小纸汤 被一个神秘人开着电动车拿走了 这次呢他给了我的西瓜 我就要把另一只 赖我家做客的仓鼠还给他 他就是瘦瘦家的皮卡丘 赖我家住了接近一个星期的 瘦瘦家仓鼠 今天要回家了 最后他准备了一个小笼子 让他可以带着回去 在我家这几天 我们也建议了身后的革命友谊 他经常信的要 对我摇我的手指头 好吧 而且我真是见识到他说 别人家仓鼠是养的多胖 确实胖乎乎确实挺可爱的 回他原本的家里去了 好嘞小可爱 欢迎你下次再来我家里玩 让我们看看世界大佬 这皮很灵活 关于是藏蛇 这一幕是不是 惊奇的和以前那种 我丢 我丢那七只藏蛇特别像 被沈蜜音偷走了七只小仓鼠 本确就是我的 好像今天只带回家而已 好的好的好的 我的粉丝都疯了 这辆车都不见了 好的 给你侄女告的别 热情激 激情热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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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